好或患难 被时间追赶 在我心中依然 这次非常荣幸能够唱到这首歌 然后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去播放 是值得去耶的一件事 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第一个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金色的麦田 那种好像有稻草在飘扬的感觉 因为可能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温暖 我会想象到一个要不就是夕阳 要不就是太阳 就是罩着那片稻草或者是麦田 就随风在飘荡这样子 其实我反而觉得最投入的是乌的那里 我觉得虽然它没有文字的表达 但是反而那种是要更加投入 更加把你的感情全部都投入进去 因为它不是文字来的 其实很多首歌我都是这样子 例如我以前比较小的时候 听那首歌可能感觉没什么感觉 看那个表面的意思 不会有深层的意思 但是到现在反回去听的话 你会觉得因为可能长大了 然后你的感受就会慢慢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听以前你自己听的歌 可能都会不一样吧 我觉得见证青春是有力量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每一位年轻人 他都有一种特殊的能量 然后这一次希望我能用歌声 去带给大家力量 我经常会拿运动员们去拿做例子 例如全红禅 然后郭爱玲或者舒一鸣 他们都带着他们的力量去给大家展示 所以我希望各位年轻人 都可以带出他们的力量 我觉得七一那天我会在家看回归圣典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然后也希望那天可以快点来临